最近台北市立动物园传喜讯 大猫熊圆圆生下了第二胎 目前您看到了 可爱的小baby 还得要靠着工作人员 喂食圆圆的母乳 可爱模样已经圈了不少粉了 但先前五个小时的生产过程 可不轻松哦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这次动物园这边的专家 只能够跟大陆四川的 这个猫熊基地 展开视讯通话 索性最后是顺利生产 母女君安 时隔七年 圆圆终于怀了二胎 出生时她比姐姐重三克 奶妈组一天24小时 守在保温箱旁 除了训练二宝自己吸奶外 还要注意她出生时 被妈妈抓伤的背伤 是否好转 在咬的时候后方是伤口 前方可能有小瘀青 那瘀青的范围 已经在快速的缩减 至于奶爸组 则负责照顾妈妈圆圆 每天帮她按摩乳腺 侦测各项生理指数 维持乳汁分泌不要间断 奶爸组 每天像羔羊桂乳一样 一方面有同仁要用蜂蜜 去吸引远远的注意 另外一方面的同仁要去摸索 因为她有五颗乳头 那五颗乳头里面 不能让她有乳腺结块 圆圆的出乳 第一天呈现黄绿色 接着慢慢转成白色 6月28号圆圆开始阵痛 不停变换的姿势 显示分娩前的阵痛相当不舒服 有时候圆圆还会自己清洁产道 痛了五个小时 二宝终于出声 圆圆立刻转身叼起宝宝 二宝哭个不停 圆圆像人类一样 抱着她不停换位子 分娩时期 台北市立动物园 都和四川窝龙大猫熊基地 保持联系 同仁的手机 尽可能的取得 跟窝龙方面的连线 可能我们同仁觉得 哎呦 这是不是已经子宫收缩等等 那对方可能就冷冷的说 可能还要再等一下 发现宝宝背部受伤后 受医师决定 暂时采取人工补育 虽然还无法亲眼目睹 只能往上关心 猫熊馆的游客 还是由衷佩服圆圆 很辛苦吧 对啊 我们都只甘生一个 她生两个 感觉累 由于猫熊生育年龄 是6到18岁 圆圆必须照顾二宝 直到一岁半 届时 妈妈圆圆已经17岁半 动物园考虑 将不再勉强圆圆再生第三胎 哇 营亚圆圆的屁屁 好可爱哦 7月6号呢 就是营亚的生日了 当年 她和妈妈圆圆见面的时候呢 在YouTube上面的点阅率呢 每天都以20万20万的速度飙升 很快就突破了200万 那时候呢 大家都说这简直是可爱到爆表 可以说是地表最疗愈系列之一 而如今呢 妈妈又生了第二胎 期望呢 第二胎也能够投好壮壮 快速的跟大家见面 为这疫情期间苦闷的人们 带来希望和快乐 至于姐姐营亚已经达生育年龄 动物园是否有安排相亲呢 凡是去开国际会议 或者有机会把资讯传递出去的过程 都会把原载已经6岁的这件事 提醒给国际大猫熊专家群 但是国际间大猫熊专家群 它的研判有各种不同的考虑 嗯 这样看来姐姐营亚的对象 还需要一段时间配对 但不管如何 动物园努力了6年 终于让圆圆生了二胎 已经让不少国际猫熊专家们 竖起大拇指称赞 TVB新闻 玲珑士 柯盛雄 陈向如 台北报道